吴建制议员在宪政总质询中对花莲县府推动的花莲永续SDGs施政战略 请县府各局处在执行永续发展政策的时候能够有所依据 同时确保符合县府的施政要求 各一级主管也一一报告目前的执行进度以及策略 吴建制议员在宪政总质询中指出 永续思维可以促进花莲县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往更和谐的面向平衡发展 县长徐正伟在施政方针中针对了SDGs永续概念作为施政重点 吴建制议员在宪政总质询中 他也请县府各一级主管说明目前的执行进度以及策略 我想针对我们花莲县政府的SDGs永续发展 来做这个各局处事的一个工作报告之外的话 那希望我们的行严处行政研考处是我们这个所有的总体的规划的一个总规划 那希望能够做各单位的整合 那整合出来然后能够给我们花莲县政府有一个永续发展的一个目标 那在观光的部分我想针对于我们的一个沙滩车 或者是飞行散或者是溯溪登山等等 除了有这个吸引大量的观光客来花莲之外 那除了这个安全教育之外 我想还是要注意我们这个行情的生态 生态的保育的教育这也是很重要 吴建制也指出推动SDGs永续花莲 不能只停留在口号 如何经由政策设计将永续理念落实到政策中 让花莲县政府各局处市都能够透过永续的思维来体现 该局处的施政方针 确实落实审秘的规划 设计一套施政战略蓝图 记者林杰 花莲市采访报道